各位同学好,我是联文老师 今天这篇经济学文章讲的 真的是大家要深呼吸 为什么你别想退休 这是我帮他改变的 退休这个字retire 大家知道退休的名词吗 还有退休金 他说pleasure cruises 对啊,有人坐那个游轮到处玩 高尔夫球 甚至去找我的家族从哪里来的 对不起,不是那么的值得 fulfill在英文就是满足的概念 但这边叫值得 也就是说每个人退休了 感觉不一样 我退休干嘛一定要去爬百月啊 pension这个字大家有背过吗 这就是退休金了 那所以很多人退休金的人 领退金叫pensioner 这边讲了文章 让各位同学来看内容 所以但我们还有哪些路可以走呢 为什么不能退休呢 为什么有些人能退休呢 这篇文章我们全部听一遍 同学们加油 欢迎你找我一对一上课 才可以到这么多丰富的内容 不过如果各位同学想要观看后面的内容 你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跟林文老师呢 就是一对一上课 我就可以每一周给你看这些课程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直接买经济学院杂志的课程 一年250篇文章的讲解 再说一遍 一年250篇文章的讲解 你看荧幕上我已经讲解了2784篇 这代表简单吗 时间过了12年 就这么简单 时间过了12年才可以累积这么多篇的文章讲解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很快就要超过3000篇了 一对一跟买课程有什么差别呢 一对一你会发现到 里面出现的单字会告诉你 它从哪个字变来的 你哪边弱哪边补强 很简单吗 就像各位都知道 一对一的课程能够直接找到你的弱点 譬如说如果你不知道 recipient从哪个字变来的 我就告诉你说哦 他从receive这个单字变来 你就可以马上发现到 哦这个就是你可以了解你做笔记的地方 strike我最喜欢问学生 你觉得他的过去是谁 很多同学都会答错 会答成stroke 对不起 strike这个单字 它的变化有这么多 你就可以快速可以看到 所以林文龙是讲解的课程 上面有QR码 欢迎可以直接找我上课 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内容 我再说一遍 一对一可以看到很多单字的讲解 如果是导读课程 每年费用3600块钱 重点是就是一个听一个故事 但是250个故事也够多了 等你找我上课咯 拜拜